全堂练习第六题要求养元、元心之间的距离 那假设C1的元心坐标为O1 一般是元心坐标为-2分之低、-2分之一 其中D是X前面的系数-2 E为Y前面的系数-2 因此C1的元心坐标为 -2分之-2 -2分之一用2带入 所以元心坐标为1-1 C2的元心坐标为O2 一样是-2分之低、-2分之一 D是X前面的系数 那C2呢它没有X 所以D为0 E是Y前面的系数-4 因此元心坐标为-2分之0、-2分之4 等于02 求得元心坐标之后 要求元心之间的距离 我们就带两点球距离的公式 X坐标相减的平方 加上Y坐标相减的平方 开根号 X坐标分别为-1、-0带入 Y坐标分别为-1、-2带入 等于1-0是1 1平方是正1 再加上-1-2是-3、-3平方是9 开根号 就等于根号10 E